男子一千五百米的决赛 这也是山东省的李温龙 长春的孙龙 任浩博 吉利省冰上运动中心 安凯 5号位 吉利省冰上运动中心 516号 王鹏宇 王鹏宇 同样来自吉利省冰上运动中心 6号位 山东省 527号 于松南 6号是于松南 7号位 何维省 521号 林孝俊 7号 这是林孝俊 1500米也是男子争夺的一个重点 因为相对来说这个成绩 2分09秒 480 对男选手来说是可以努力想办法去达标的 500米的成绩想要去达标呢 可能就相对更难一点 女子的500米相对要好达标一些 1500比较难达标 从首刚挑战赛的这个成绩来看 男子的1500相对要更容易达标一些 之前张天忆在第一战比赛当中 最终也是凭借1500米的一个冠军积分和一个冲刺点积分 拿到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安卡滑到了第一位 李温龙上到最靠前的位置 接近半程 速度要带得更快一些 这样来保证最终的名次分有效 这场比赛安卡打得非常积极主动 一般安卡是一个后发制人型的选手 他更多的会处在一个有力的位置 盯着前面 随时找寻路线和时机来完成最后的超越 最后两到三圈一般是安卡动的位置 但是今天安卡滑得非常积极主动 第一是要把自己的速度滑起来 第二呢 争取拿一些冲刺点的积分 这样为自己的后面做一个良好的基础和保证 同时也是为了达标啊 这个成绩 达标对于男选手来说 1500是有希望的 所以一定要把速度带起来前面 还有三圈啊 也不好滑了 最后的决胜圈啊 但是成绩已经过了2分09秒480 看一下安卡还是很好地把自己第一的位置守住 滑行的整体状态还是相当不错 就是速度上距离达标成绩啊 还有一点差距 这样的今天比赛就全部结束了 在明天将还会有男女的1000米项目的单向的角逐 期待着选手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期待着他们在后面能够力争更多 更快地拿到积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观看